現在是不是一個購買它的時機點呢? 我認為時候未到... Not yet Hello,大家好,我是Cyrus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距離我們上一次開箱影片 至今已經有超過快一週以上的時間了 這一週下來,我們也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測試 包含在各式各樣的場景下使用 跟各式各樣的功能,還有各式各樣的體驗 也包含我也跟非常多的朋友進行了交互討論 一起來體驗一下這款設備 然後聽聽看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今天在這支影片呢 我們就一起來分享,一起來探討一下 Apple Vision Pro到底是不是一款值得入手? 以及它到底是不是一款足夠成熟的產品呢? 我們今天在這支影片,就一起來探討吧! Let's go! 開箱 OK,那距離上支影片和這支影片的間隔之所以會這麼長呢 是因為我生了一場重病 我前陣子就完全整個失身 所以各位沒有辦法做任何的錄影 儘管說我還是錄了非常多的使用場景和使用片段 但是有一些講解或者是需要語言描述的部分 我就是必須的delay 那今天的影片呢,我們會從使用場景功能性 還有工作與娛樂這台設備能不能完全的兼具 以及它有哪方面的不足 同時我們也會來聊聊它能不能取代電腦 如同蘋果所宣傳的Wording來說就是Special Computing 它能不能真的取代我們生活中的Mac或PC 來完全達到我們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的所有需求 同時呢,我們也會來探討它到底值不值得購買 這個時間點它算是一款成熟的產品嗎 那最後面我們也會一起來聊聊說 這款產品它真的是未來 還是說它只是一盒噱頭呢? Let's find out OK,那首先我們就來聊聊使用場景 使用場景後我們測試非常多各式各樣有正常到奇葩的場景 我們都測試了 首先我們在路上進行的測試 我們帶著Apple Vision Pro在倫敦路上行走 也帶著它乘坐地鐵 也帶著它在雪地裡行走 更帶著它看演唱會 甚至還帶著它跳舞 同時我們也在飛機上做使用 當然包含我們還有坐著正常的場景下使用它 在室內正常的工作環境下做使用 那所有的體驗下來呢 唯一可以發現到的一點就是它的機身 其實有非常非常明顯 你可以感知到的重量 這次Apple Vision Pro它特別設計了 它的電池是一個外接式的設計 那本身的機身呢 在這個拔除之後它是沒有任何電池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它不支持Find Mind 如果你擁有這款設備 一個不小心被偷了 或是遺失了 就Siyonara It's never coming back 整體下來 在所有的使用環境下 除了非常的引人注目之外 都相對來說算是蠻正常的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 工作以及娛樂 這台設備能不能完全滿足這兩個需求呢 工作的話 我的上一支開箱影片 基本上90% 我都是透過Apple Vision Pro 來輕盈剪輯的 整個使用過程呢 基本上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延遲 螢幕延伸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一個體驗 就真的像鋼鐵人裡面所演的一樣 就真的是 like that 然後螢幕就 瞬間放大然後飄上去 那除了影片剪輯之外呢 我本來有想過說要用它來做 照片的編輯 當然 Apple Vision Pro的原生照片App 是不提供編輯的功能的 所以你會在之後的Vision OS 進行新增或是進行調整 那目前如果要進行編輯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其他的App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Mac去投印 然後用Lightroom或是用Photoshop 一些其他電腦原生的App去進行編輯 那體驗都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我也有試著用Apple Vision Pro 來進行一個完完全全的一個工作室的布置 我試了在一個環境下 開啟了超過八款的App 假如說你的Office只有兩層樓 你的工作室就setup在樓上 那這時候你走到樓下去 你可能去上了廁所 或是有任何其他的需求 你再回來的話 你的整個工作室 你的整個工作setup 全部都還是會remain 就是全部都會原封不動的在原地等你 你就等於說可以完完全全的 回到你剛才所暫停的工作狀態 娛樂方面呢 我試了使用Apple Vision Pro 來看電影或是看Netflix 相信大家也知道 在Apple Vision Pro正式面試之前 其實就有 鬧過一個小小的風波 就是Netflix 跟Spotify 一些比較大的娛樂龍頭 決定說不跟進製作Apple Vision Pro的原生App 所以說整個體驗上就會受到一個很大的限制 那這方面的確也有非常明顯的影響 在讓Vision Pro看Netflix的時候 雖然說比如用Safari看網頁版 但是體驗上 真的還是差蠻多的 但是看Disney Plus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體驗 因為Disney Plus是第一款 真的完完全全支援Apple Vision Pro 完全更進的一個專業平台 除了可以看Disney Plus上所有的娛樂內容之外 你還可以有一些螢幕的場景 像是你可以在 Tony Stark的Avengers Tower裡面看 Avengers 或是說在裡面看 I don't know 然後 Anything 只要在Disney Plus上那樣 你全部都可以在那個環境下 去做個觀賞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酷的體驗 然後我在使用Apple Vision Pro看電影的時候 我 當然大家看電影可能會有習慣說 準備一些chips 或是準備一些 一些餅乾或爆米花 那我在吃的時候 就是 手拿起來 然後 只要有這個手勢 他就會以為說你要選什麼 所以我每次只要 我那時候只要一拿起一個chips 然後他的片段 他就會自己以為說我要往後或是往前 所以這是 有一點小小的不方便 但其實還蠻好笑的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 你只要換一隻手 或是說 你可能 想辦法讓手勢隱密一點 因為他的相機是在 他的機身下緣 就盡量躲開他的相機 其實 你還是可以正常的 在看電影的時候吃零食 除了看電影跟工作以外呢 我用Apple Vision Pro 重新瀏覽了我去年 看Beyonce演唱會的那些片段 真的 就像 Beyonce在你的房間 幫你開一個private show 所以是 非常非常 Mindblowing 在Apple TV Plus 上面 Alicia Keys 也有跟蘋果合作 一個 Immersive Session 用Apple Vision Pro 觀賞內內容的時候 就像Alicia Keys 在你面前 唱現場一樣 那 What if Beyonce also does that? Unbelievable What would Beyonce do? 那麼Apple Vision Pro這款產品 適合和你周遭的朋友或是同事家人們一起做分享嗎? 還是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產品呢? 嗯 我試著讓我 身邊幾個朋友 同時去體驗這款產品 其中我兩個朋友 舉例來說好了 Angela 她在體驗的時候 她戴上去 她就可以很快的馬上去理解她的整個使用方式 整個設定過程 算是可以馬上的上手 那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呢 Shin 她在做使用的時候呢 整個過程就有點顛簸 就比如說可能 大家就會很習慣的 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必須把手舉起來 然後去做 去做 點擊 她才會察覺到你 但其實不用 因為她的相機其實都放在下方 所以其實 你就正常的 放你的腿上 去做正常的點擊 其實就OK了 然後 同時 也是在 進入這個設備之後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可能會有點confused 不知道說 就是 實際戴上之後 要從哪邊開始 進行一個操作 前面的 基本設定 會先 對焦你的眼球 然後她會用三關 用幾個小點點 在不同光源下的小點點 你必須用你的眼球去對準它 然後跟你的手去進行 對焦 對焦 再對焦 再來呢 玩家說是之前 她會先對焦你的手 你只要手 手背 手心 各掃描一次 就OK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基本的講解 就是希望你說 既然還是在室內做使用 在安全的環境下做使用 不建議在室外 或者說行走的過程中 去使用Apple Vision Pro 同時這邊還有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Apple Vision Pro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Gas Mode 那Gas Mode 就是它是一個訪客模式 訪客模式下 你就可以設定說 你要開那幾個App 給你的訪客使用 就是當你可能要給別人Demo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 你比較私密啊 你認識的東西 你可能讓別人看到 那你可能就可以選擇說 你只開 Safari啊 你可能只開備忘錄 或只開幾個基本的功能 讓他們去做嘗試 同時它還可以選擇 就是你要不要做鏡像投射 就是你可以投射到 The Mac 投射到你的電腦上面 就是你可以 等於說你可以在你的Mac上引導 去做 去協助它做一個Demo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討論到封閉性呢 我們就必須來講一下EyeSight 跟Persona 那Persona呢 其實蘋果 蘋果推出這個功能的用意就是 希望說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正前方還是一樣會投射出 它用掃描儀去大概 算出來說你的眼神 跟你的整個 面貌會大概是怎樣 就等於說外界還是一樣可以看到你的面貌 就不會覺得說你有這種 完全被隔絕 然後你好像就是 自己沈浸在系統裡的感覺 那我自己個人呢 也設定了這款功能 那我在第一次使用上 它的整個設定過程其實非常非常的酷 它一開始我已經給你看一個簡短的影片 就大概給你brief說 整個Persona設定的過程是怎樣 然後再來它就引導你把Apple Vision Pro拿下來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要把整個機身 就是會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它就開始進行掃描 引導你說你要做怎樣的表情 你可能要笑 你可能要中眉頭 你可能要閉眼 你可能要睜眼 或是你可能要露齒笑 或者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它就會根據這幾個 就是人的基本神情 來計算出一個你的Persona 不得不說它投射出的神情 並沒有到說非常的自然 但是其實也有75% 75%像 所以還OK 反正比Meta的好就對了 就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儘管有Persona這個功能 你在使用這款產品的過程中 仍然會覺得和你的周遭 或者和現實世界中 仍然是有一些小小的距離感 也許因為這款的設備 目前還是有一個很難以忽視的重量 同時也有一個難以忽視的包袱 在你背後 所以你可能還是很難完完全全的 就是整個沉浸在一個另外的空間中 那我們現在來聊聊Apple Vision Pro 現在到底算是一款成熟的產品呢 還是其實只是一個噱頭 依照目前看下來的一些 比較trendy的review 或者說一些比較trendy的contents 都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其實大家現在都是把它當一個 非常未來感 或者說非常酷的東西 可能在路上使用 或者在餐廳裡面吃飯的時候 大家全部樂習戴著Vision Pro 或者說甚至有狗狗戴著Vision Pro 在... I don't even know how that works 目前可能還是偏一款 酷東西 比較像是華仲取寵的酷東西 它如果真的要變成像Mac 或者iPhone一樣 就是實用性這麼高 或者說真的可以帶來一些顛覆性的產品 我覺得它還有滿長迷的路要走 那至於現在 是不是一個購買它的時機點呢 我認為時候未到 Not yet 我覺得 以它目前的狀態來說 應該是開發者 或許會更適合在這個時機點入手 去為Vision OS 為Vision Pro去開發 更多 真的可以在生活上 工作上 可以實際應用到的軟體 反正就目前來說 它其實 真的就是比較偏 娛樂性質的一款產品 最近也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說 有一些比較Luxury的 高級的航空公司 可能會在飛機上提供 F-Option Pro去做使用 所以如果你只是為了娛樂這個用途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是可以入手的 但如果你是為了想要 想要取代你的電腦 看它有沒有iPad的這個潛力 你需要三次 那我們接下來也預計會做一支影片 用Apple Vision Pro 來做 設計師的一整天 一整天的Workflow A day with Vision Pro As a graphic designer or as a just a designer Something like that 希望下支影片 現在在觀賞的大家 仍然會 看下一支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你喜歡的話 再請大家 按讚 訂閱 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 出現 我們下支影片 出現 來